OK啊 那么上面这一会呢 就是我们的详情页面啊 详情页面上的一整个功能 页面信息的显示 购物车季度的添加 还有呢 获取商品的其他规格啊 在我们详情页面上做一个显示 然后呢 关于我们这个商品模块 除了这个首页和详情页之外 还有一个页面 这个页面呢 就是它的一个列表页面啊 这里面有一个 list啊 点击点到这个list 这就是这个列表页面 那么这个列表页面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呢 它就这个list.intml啊 我们也是在这里面呢 先把这个页面给大家做一个显示啊 然后呢 找到我们这边 找到这个list 把这个list呢 拿过来 我们先把这些 用不到的就关了啊 好 把它放到我们的template下方 把它放到template下方啊 然后呢 同样的改一下这个模板 让它继承我们的base detail list啊 好 在这里面写上一个 这个咋了 好 access啊 base detail list的 然后这里面要提 block title and block title 那么再往下啊 这一部分把它拿掉 然后呢 这个欢迎信息 搜索框 还有这个 菜单单 哎 这三部分 都拿掉 然后呢 放在这个block man content里面 往下呢 去找它的这个 结尾 好 这个结尾 版权信息 删掉 删掉这边呢 就是属于我们的 and block man content啊 ok 那么这里面呢 就用我们的附模板来做了啊 下面呢 写一个视图 把它显示一下啊 就在我们这边 找到这个 把这一步啊 收了啊 然后找到我们的这个 views 找到views这边呢 然后呢 在这里面定一个视图 这个视图呢 我们叫listview啊 就直接呢 就是define listview 好 继承于我们的view啊 i class啊 写一个类对吧 i class啊 那么这个呢 是列表页面啊 列表页面 列表页 列表页 然后在这里面 定一个get函数 define get self 写上一个request啊 谈谈是 显示 列表页 显示列表页的话 其实呢 就是把我们这个list呢 做一个显示啊 直接呢 就是我们的 return render request list啊 ok 那么 把它写完之后呢 下面我们就要考虑一下 分析一下 首先分析一下 那么 我 用户呢 访问 列表页面的时候 我需要传过来什么信息 我需要传过来哪些信息啊 ok啊 对吧 那么这些列表页面 你是不是应该点 连种类的时候 跳成了对于列表页面 对吧 那你考虑一下 你要传哪些信息 好 对吧 首先 你要告诉我 你显示的是哪个种类的 对吧 所以呢 在你传过来信息里面呢 你需要出现一个叫做 种类的信息 比如说种类的信息呢 我们可不可以把种类ID传过来 对吧 这部分啊 种类ID 然后再往下 还需要什么 好 这SQID是一个具体的商品 这是种类的 是不是只要这个种类的 我都拿出来 对吧 所以呢 你没有必要去传一个SQID啊 它不是这个商品的详情 那么然后呢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说这个数据 是不是要分页显示 分页显示 你过来之后 你到底要显示 这是第几页 你要不要告诉我 对吧 所以呢 你在这边啊 还有一个对应的 这个页码 对吧 第几页 你要告诉我啊 那么除了这俩之外 还有吗 看一下啊 上面这三个东西呢 点击默认 点击价格 点击人气 那么这里面 是不是按照这种方式 应该进行一个排序 对吧 那么你点击 其实呢 还是访问这个列表页面 只不过排序方式 是不是不一样了 所以到底 以哪种方式 进行排序 你还是要告诉我 那么所以在这边 还需要有一个 叫做排序的防止啊 好 那么这是最终 用户呢 访问一个地址的时候 需要呢 拿过来的这三个参数啊 关于这三个参数 你知道有这三个参数之后 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呢 进行这个地址的一个设计啊 你比如这个设计呢 我就可以这样啊 斜杠 list list后面呢 哎 我要你跟上一个种类的 id 然后我要获取这种类id呢 我在配置的时候 我就可以把它补货 对吧 然后再往下呢 还有一个夜码 这个夜码的话呢 你在这边呢 你我们你在后面呢 你再给我传一个 夜码 这个夜码的话 我要获取它 我也可以补货 对吧 然后再往后呢 还有一个排序的方式 那么关于这个排序方式的话 你是不是斜杠后面还可以这样弄 斜杠后面跟上一个排序的方式 对吧 哎 排序方式我是不是也可以补货 对吧 但是啊 这种 这地址这是可以做到的啊 你比如说你零 你传一个零代表什么排序方式 你传一个一代表什么排序方式 对吧 哎 这是可以做到的啊 那么同样道理 我们还可以设置其他的一种 比如说叫它斜杠 类似啊 然后那种类的 id斜杠 然后那跟上一个夜码 后面呢 再来一个问号 sort 后面呢 你给我传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 就是等于这个排序的方式 那么这种是不是也可以 对吧 甚至 那么你更厉害一点 你可以呢 直接斜杠类似的 哎 你把这些参数 你都跟我跟在后面 对吧 都跟在后面啊 什么 比如说这个type id等于我们的 种类的 id对吧 哎 种类id啊 然后按到这个配置 等于这个 夜码 哎 等于这个夜码 然后按到这个 sort 等于这个排序 方式 这是不是也可以 对吧 关键是看你怎么获取这个参数 如果是跟在问号后面这参数 你要通过我们的request 点get来获取 对吧 像你像这些 在地址里面出现这些内容呢 如果你要用的话 你在进行 哎 使用的时候 你需要进行这个URL的一个 捕获啊 捕获 所以呢 这个地址呢 你像这种设计呢 哎 其实呢 他都可以做到达到传参的一个目的 那么 到底选择哪一种啊 我要给大家说一下啊 选择这个 第三种啊 那么还是 给你们提的啊 就是你们在这里面 在下一个项目 使用了这个resfer API 那么resfer API呢 在设计的时候 其实呢 他的这个地址呢 他有一定的设计的格式啊 你的一个用户浏览器 在访问一个地址的时候 其实呢 他就是在请求一种资源啊 请求一种资源 这请求一种资源的话 比如说 假如说你 我们不算后面的参数啊 用户呢 他如果是类似的种类ID1 写上一个页吧 那其实请求的资源 就是种类ID1 对应的这个商品数据的第一页啊 第一页啊 这个内容 那么排序方式呢 你就通过后面来进行指定啊 你像我们之前设计的这个商品 详情页面 他就叫做gooseID 然后斜杠1 对吧 那么这个呢 1呢 其实你 你跟他后面可不可以 你跟他后面 gooseID等1 对吧 是不是也可以 对吧 其实也可以啊 但是我们在URL地址里面 这样写的话 这个地址呢 我们说就代表一种请求的资源 这个请求的资源呢 你goose后面跟一个1 我就是请求ID为1的商品 跟一个2呢 就请求ID为2的一个商品啊 那么它是这个 Restful API设计的一种 风格啊 一种风格 在这里面 我们先给大家提一下 你知道有这个东西 那么在flask里面呢 老师会详细给大家讲啊 这个API 你应该怎么去设计啊 去遵循它的这个风格啊 遵循它的风格 OK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们在我们的项目里面呢 我们就使用这个URL地址啊 那么你知道这个URL地址之后 下面呢 我们进行一个配置啊 在这里面 加上一个配置项 啊 URL R 然后呢 以List作为开途 后面呢 我要匹配一个种类的ID 就斜杠D 加 然后斜杠 再来一个 验码斜杠D 加 好 后面呢 有一个 到了啊 你注意啊 问号后面呢 我们说URL匹配的时候呢 问号后面的参入呢 根本就不参与这个过程啊 然后所以 你在这边写的时候 我们只写这两部分 然后呢 我们给它起一个名字啊 问号P 这个呢 叫做type ID 然后呢 再来一个 验码 问号P 这里面写一个配置 对吧 OK 后面对应呢 是我们ListView啊 所以在这里面导入这个类啊 从这个类里面导入我们的 ListView啊 ListView OK 那么这里面写呢 就应该是我们的ListView.s View啊 Name 等于List啊 起个名字 这里面呢 是这个列表页 列表页啊 OK 反正写完之后 我们URL里面呢 补获了这几个参数 对吧 所以呢 你在这边呢 你需要进行一个 获取 那么关键参数 对应的type的 ID 还有这个 配置 不是我们拿到这个参数了 对吧 这是我补获的参数啊 那么你知道这个东西之后呢 我们下面呢 我们就可以呢 去看一下啊 列表页上面需要哪些数据 那么点开它 看一下列表页面需要的数据啊 我们首先大致的先分析一下需要的数据啊 比如说这里 翻类信息 对吧 然后呢 信息像这一块 这个跟这个 就是这个种类的是吧 你点的是哪一个种类 这个种类的商品的信息 是不是插一块 对吧 然后还有跟这个同一个种类的两个新品信息 对吧 还有这一块呢 是这个 我的购物车 是不是大致就这几块 对吧 那么你知道这几块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查了啊 但是 用户传过来 他是不是要获取这一个种类的 对吧 那么我们既然呢 设计了这种地址之后啊 那么你有的这种地址格式之后呢 用户他可以呢 自己呢 去输这个东西啊 跟我们详细页面一样 比如说他输一个list 对吧 假如说我们的种类呢 现在只有六种 ID呢 就123456 用户呢 假如说他输一个7 对吧 然后呢 闲上1 那么这个7 这个地址是不是还是呢 去匹配到我们这个地方 但这种类ID是不是就没有 所以呢 你要进行这个数据的一个 教验啊 那么在这里面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就先查一下啊 我们就先获取种类的信息啊 种类信息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其实呢 有了这个ID之后 你就可以查了啊 查我们的这个 goose type goose type啊 也就是我们这里面的商品种类的模型类啊 那么在这里面查的时候呢 其实呢 那就是try 然后呢 写上一个type 等于goose type 点object 点get 里面呢 写上ID 等于我们的type ID对吧 如果查不到 accept goose type goose type啊 then does not exist 说明这个种类 不存在 对吧 不存在的话啊 我也可以像我们的详情页面一样 跟你直接跳转到这个 首页啊 写上一个reverse 然后呢 写上我们的goose 号 index啊 ok 这里面也可以 那么现在呢 我们是教研这个东西吧 教研这个东西之后呢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们呢 就可以呢 去做一个啊 数据的一个查询 那么 然后呢 从上网下 我们开始查啊 在这里面 看一下我们这个页面 获取商品的分类信息 你在这里面啊 获取商品的分类信息 好 直接呢 就是types 等于goose types啊 等于goose type 点objects 点 哦 ok 那么 然后呢 在这边你要注意的 就是在这里面 我是不是要获取 分类商品的信息 对吧 那么在这里面啊 获取 分类商品的信息 就是 获取 分类 商品的 信息 那么这个呢 其实呢 从我们的goose sq这个表里面 是不是查数据 对吧 查的时候啊 你注意啊 就是goose sq点objects 对吧 点 filtr filtr的时候呢 诶 种类是不是 就是这个种类 对吧 诶 应该这个条件呢 就是type 等于我们查到的 这个type 对象 这是不是就跟它 同一个种类的 对吧 查出来之后呢 那么 这里面呢 我们查的时候 你比如说这里面 我们就写上一个啊 sq s 那你注意啊 我们在这边查的时候 我们说 你一进来这个列表里面 显示的时候 它是不是一定是按照 这个顺序进行排序的 是不是按照某一个顺序 进行排序的 要么按照默认 要么按照价格 要么按照人计啊 所以呢 你在查出来数据之后 这个数据呢 是需要排序的啊 对吧 但是呢 我们排序的方式 是不是通过一个参数 传过来的 我在查之前呢 我就先去获取一下 这个排序的方式啊 获取啊 排序的啊 获取排序的方式 好 那么这个 你就可以考虑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就定义 这样几种东西啊 比如说这个sata 如果等于这个default 我就按照这个 按照啊 按照 默认 顺序 对吧 按照默认顺序显示啊 按照默认 比如说按照默认 谁呢 我就按照ID啊 按照默认ID排序 然后呢 像我像 如果sata等于这个 看一下这个啊 页面上面 还有个价格和人机 对吧 我sata如果等于这个 price 我就按照 按照商品 价格排序 对吧 价格排序啊 OK 然后如果这个sata呢 等于这个 hata的话 我就按照商品呢 好 那么人机的话啊 我们这里面 我们没有人机 对吧 但是呢 在我们这个goose里面呢 我们有一个销量啊 对吧 销量比较高的 什么买人比较多 对吧 哎 他人机就比较高 我们在这边呢 哎就按照他啊 在这边写上 按照商品呢 销量排序啊 销量 排序 OK 好 那么你知道这几个之后呢 我们就做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判断 如果这个 sata等于等于这个 default的话 我就按照这个默认性排序 那我这边去查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边啊 我们在这边 去做的时候 所以我们在这边这个 types 我查完之后 查完之后呢 他就应该呢 去做一个排序 这个排序的话 我们说 直接呢 是点 autobuy 对吧 autobuy的时候呢 我可以给他写一个 id id啊 哎 你看到我们这里面 是吧 如果这个sata 我判断完之后啊 那么 哎 少一个获取 对吧 先获取啊 sata 等于request 点get 然后呢 点get 先把这个值拿到啊 拿到之后做判断 sata 然后判断 如果等于它 我按照这个id进排序 对吧 排的时候呢 我可以按照 降序来排 我就加一个 减号啊 那么首先 下一种条件 lif 如果sata 等于等于这个 price的话 我就按照这个商品的 价格呢 来排 就是goose type goose sq 点 哦 这里面写的 goose sq 对吧 goose sq 点 object 点 filter啊 filter 哎 查询这个种类的信息啊 直接呢 就是我们的type 就等于这个type啊 OK 是不是这样 哎 查询观众进行个排序 然后再往下呢 goose sq 点 box 点 filter啊 然后呢 type 也是等于我们这个type 然后查完这个排序 order by 按照价格来排 那么价格呢 就叫做price 对吧 比如说我按照这个价格 从低往高来排 我就可以在这里面呢 给他写一个price啊 代表一个声序 最终呢 哎 这里面我们这里面 我们叫sq s啊 这里面也是这个sq的 s啊 sqs OK 那么现在 查完之后呢 那你注意在这里面呢 我们在这里面继续 else if 哎 如果这个start 等一等一那个 hot的话 是吧 按照这个商品的销量来排 我就sqs 等于goose sq 点 object 点 filter 对吧 filter type 等于我们的type 然后点 销量 我按照销量 从高到低来排 order by 写上一个 sells 降续 加一个 减号啊 那么这里面我们调整一下 刚刚呢 我把商品分类给删了 是吧 把它放在我们的上面啊 继续放在上面 好 在这边或计商品分类 我们就还是呢 是我们的这个types 等于我们的goose type dn objects dn 那么你向我们这边查完之后呢 下面这个部分呢 其实呢就可以了 不要了啊 哎 我们在这里面查的啊 那么看到这里面呢 我们是不是经过一个判断的吧 现在就获取排位方式 然后呢 再查 查完之后呢 根据 根据对应的排位方式呢 进行一个判断 但是你要注意 在我们这里面 哎 我们在这里面不是还有个东西叫做 else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sort不等于这三种东西 这个sort是不是 排位方式不一样的吧 不一样的话 我可不可以按照默认的 对吧 我可以按照默认的 那么按照默认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这个顺序做一个调整啊 怎么调整呢 我们把这些东西呢 给它放到 下面了啊 我直接呢 给它放到最后 对吧 哎 直接放到最后啊 就把这个默认的排位方式呢 直接放到最后 上面我一开始判断的时候 我只判断这个sort是不是等于这个price和这个sort 对吧 我只判断它俩 如果你等于price 我就按照价格 如果你等于这个sort呢 我就等于这个sort啊 然后 否则 其他任何情况 我们是不是都按照默认 对吧 那么这是我们的查询啊 那么你查询完这些数据之后呢 下面呢 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啊 找到我们这边 看到下方 是不是要进行分页 对吧 所以呢 你在这边呢 你需要对数据呢 进行分页啊 在我们这里面 对 数据进行 分页啊 好 那么在我们将过里面呢 进行分页 看到 ok啊 那么进行分页的话 在这个文档上方 在这里面呢 有一个分页 对吧 分页的话 你就需要去借助一个类 这个类呢 就是我们的 配件内的啊 那么所以呢 你需要把它导过来 在我们上方呢 把它导过来啊 就是 from 我们的 相过啊 点 靠 点 配件内的 import 我们的配件内的 类啊 然后导入过来之后 那么这个类 怎么用啊 我们再给大家回忆一下啊 看到使用这个配件内的的时候 对吧 然后往下啊 配件内的 他在进行分页的时候 第一个参数呢 你传入一个列表元祖 或者是一个查询机 哎 或者是可以便利的东西啊 然后呢 再往下呢 是进行一个 有一个propage 这个propage呢 是给传入的每一页呢 显示多少条 数据啊 所以呢 在我们这边呢 你需要创建一个这个类的对象 我就在这边创建一个啊 直接呢 就是说 配件内的 好 我要对这个sqs进行分页 直接是sqs 然后呢 写上一个 比如说 我这数据不多 我就写一个e啊 每页显示一条 我就写一个e 然后呢 有这样一个对象 叫做pagernet啊 然后 这边是不是就拿到了 对吧 拿到的之后啊 那么 把这个数据 哎 我们pagernet啊 把这个数据分页完之后呢 下面我们用户呢 说他要获取第多少页的内容 他是不是已经把页码传过来了 对吧 我们在这边你要做的 就是获取 递 pager 页的 内容 然后我们想给大家考虑一下啊 我们说这个 页码呢 也是在这个链接里面传过来 对吧 那么传的时候 用户是不是也可以随便写 对吧 所以呢 这个页码呢 你在去获取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要做一个容错啊 怎么容错 比如说呢 这个传过来配件呢 我们补获之后 它是一个字符传 那么它到底能不能转换成 一个数字 我们呢 可以呢 先去尝试一下 直接就try 然后呢 这个配件等于我们的 int 配件啊 如果出错 对吧 except exception 好 出错的话 那么我们容错的话 哎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呢 不报错 你如果出错 我默认的给你显示 第一页 我就写一个配件等于 一对吧 那么同样的道理 如果这个 如果这个页码没错的话 但是呢 它虽然是一个数字 但是呢 它用户写的这个页码 假如说我分页之后 对吧 我只有十页 它在页码这边写了一个 十一 那么这个页码呢 已经超出了我的 总页数啊 我也肯定是取不到的 我们就还可以呢 再做一个容错啊 怎么做呢 看到这个 配件那对象 对吧 有一个属性叫做 Number 配件 就是页面的一个 分页之后 总页数 你就可以呢 通过它是不是进行判断 所以呢 我们可以做一下啊 直接 如果 这个配件 大于我们的 配件那特点 Number 配件 说明大于总页数 对吧 大于总页数 我也做一个容错 也是给你显示这个 第一啊 所以经过这个 我们是对页码呢 做了一个容错处理 对吧 你这些判断完之后 这个页码 是不是一定在这个范围之内 啊 好 下面呢 我就可以呢 获取第配件页的内容 获取第配件页的内容的话 那你注意 还是我们这个 对象 有一个方法呢 就是 配件啊 看到没有 配件呢 这个配件呢 是给你返回一个配件类的实例对象啊 在这个实例对象里面包含了当前页的数据啊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面 你要拿到的就是直接呢 是配件那特点 配件 好 获取的页码 哎 我这个配件是不是就有了 对吧 哎 所以呢 最终呢 给我返回一个配件对象 比如说 我就叫SQ SQS配件啊 那么这个呢 获取 哎 获取第啊 我们获取第 配件 耶 它的一个 配件 实例对象啊 实例 对象 OK 那么这一部分 这是我们这一部分 是不是就拿到这个对象了 对吧 然后这个对象之后呢 然后呢 继续往下看啊 然后这个对象之后呢 其实我们这个分页 这个这一页的数据 是不是都拿到了 然后下面 新品的 信息 还有这个 我的 购物车 那么这一部分的话 就跟我们这个详情页面呢 一样了啊 新品信息 找到新品信息 哎 是不是这边 对吧 哎 这里啊 现在就他 把它呢 拿到我们的 这边 哎 拿到这边啊 这里面呢 是新品信息 然后呢 再往下看 还有一个购物车 数目 哎 购物车数目 是不是就这一块 对吧 哎 就这一块啊 把它拿过来 然后呢 放到我们的 这边 好 放到我们这边之后呢 那你 那你现在看一下啊 我们详情页需要的这些数据 这个地方 是吧 还包括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地方 是不是都有了 所以呢 你要 你查完之后 对吧 组织模板的 上下文啊 组织 模板 上下文 这个上下文的组织呢 其实呢 就穿进一个字典 contest啊 然后呢 我们要传的内容 那你注意 我们呢 首先看到我们第一 第一个获取的 是不是这个type 那么这个type呢 你看一下这个页面 我在这边 我是不是要显示 这个种类的名字 啊 所以我要 我也要把它传过来啊 就在这里面 这个里面呢 我们需要呢 去传入这个type 去对应的是 我们查到type对象 那么另外呢 哎 这个种类的分类信息 它对应的是这个 types啊 就是我们在上面 查到的这个 types 查到的types啊 OK 所以呢 你也要传 那么 然后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这里面的 这一部分内容 我们只需要呢 去把这个对象 给它传过来啊 配件列的对象 就是sqs 下滑线配件 对应的是我们的sqs 下滑线配件啊 然后呢 再往下 新品信息 还有这个购物车 数码啊 所以呢 我这里面再来一个 newsqs 对应的是我们的newsqs 然后购物车数量 k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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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的是我们的kata kata ok 这些数据你都拿到之后 下面呢 使用我们的模板 然后呢 把这个数据呢 传给我们的模板 ok 这是不是就传过来了 对吧 传过来之后呢 那么 注意在这里面 我们粘过来之后 这边代码是爆红了 我们要改一下啊 这边呢 我们没有sq对象 是不是只需要这个type 就等于我们获取到的这个type 对吧 获取到这个type啊 直接把它改掉 ok 那么这一部分呢 看到啊 我们这个数据查完之后 就已经传过去了啊 传过去之后 那么你在页面上 需要显示什么东西 你就显示什么东西啊 首先我们看到这边 点进来之后 这边我要显示这个种类的 标题 那么这部分的话 其实呢 在我们这边 对吧 type呢 已经给你传过来了 你要显示标题 直接就是type点内部对吧 另外下面新品推荐 新品推荐呢 newsqs也给你传过来了 那你就便利做显示啊 直接呢 是for我们的sq newsqs结尾 写上一个 end for end for 那么这里面图片 跟我们详情页一样的啊 直接呢 就是sq.image. 点url 对吧 然后呢 再往下 名字 sq.name 再往下 价格 sq.price ok 两个链接 对吧 url 故事 detail 然后对应的sq.id 好 下面这个也是一样 好 那么 然后呢 继续往下看 你像这一部分的话 这个url里面呢 每一个lr呢 都是这个分类的一个商品信息 所以呢 我们还是呢 便利做显示 我只希望呢 去留一个啊 把这些呢 该删都删掉 把这些呢 删掉 删完之后呢 去便利去做显示了 对吧 那我们说 我们在试图传的时候呢 我们传过来一个 pager类的对象 那么这个对象呢 我们给大家说了啊 它呢 里面有一个属性 叫做 object list啊 是不是包含当前页上所有对象的一个列表 对吧 那么所以呢 我们可以呢 去便利这个对象的object list啊 你在这边便利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在这边写上一个 for sq in 我们的sqs 配价 这个对象的名字叫做sqs 配价 它的点 它的这个object list啊 然后呢 这里面有一个对应的 under for 那我们给大家说了 我们说这个东西呢 你便利 你直接便利这个东西呢 跟你便利这个效果是 一样的啊 所以呢 你可以直接去便利它 好 便利出来 看着获取的这每一个商品 那么这边呢 我要显这个商品的图片 我就是啊 sq 有点 你卖几点 有啊 连你卖几点 有啊 我可以再往下 它的一个 名字是我们的 sq 有点 内部 好 价格 sq 有点 price啊 然后再往下 它的还是它的一个价格 就是 sq 有点 price啊 好 单位 sq 点 ok 那么 然后呢 这些链接 对吧 这个超链接呢 跟我们上面呢 还是一样的啊 对吧 直接呢 是一点击 跳转到对应的详情 页面啊 把这两个链接给它 拿过来 然后呢 把这个呢 也拿过来 好 拿过来之后呢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啊 然后呢 这里面到最后 这边是不是要有 页码的一个显示 页码显示里面呢 我首先看第一个 是不是要有一个 上一页 对吧 那还有一个下一页 那我们给大家说了啊 还是我们这个 配件对象的方法 haspervice和hasnext 判断有没有上一页 有没有下一页 我就可以调用了啊 直接在我们这边 就是 if skus 下文件page.haspervice pervice pervice 如果条件成立 有上一页显示一个 上一页的链接 好 下一页的话 也是一样的啊 然后在这里面 如果 sqs page.hasnext 好 说明 有下一页 在这边显示一个 下一页的链接 OK 那么 然后呢 你像中间这一部分呢 是我们页码的一个显示 关于这个页码的显示的话 我们说 pagernator对象 有一个属性 叫做pagerrange 这个pagerrange 给你返回的 就是分页之后 页码的列表 那么 现在呢 我们传过去了 这个pager对象 对吧 我们传过去的pager对象 怎么拿到对应的 这个页码的列表 那么在这里面呢 你要做一个注意 在这个里面呢 你看到 pager对象有一个属性 叫做pagernator 这个pagernator 是不是就跟它 相关的pagernator对象 你再先点pagernator 再点pagernator的pager range 就可以拿到分页之后 页码的列表 所以在这边呢 还是呢 去做一个便利显示 for 然后pindex 因为我们的pager sqpager sqs sqpager 点pagernator 点pagernator 对吧 页码列表 下面我就可以便利了 便利的时候呢 我就留着两个 然后呢 写上一个 underfall 那么说 如果是当前页的话 这边呢 会加一个class等于 active 所以我们在这边 做一个操作 if 然后这个pindex 等于等于 当前页 页码 还是 这个对象啊 对吧 pager对象的属性 叫做nama 当前页的一个序号 也就是它的页码 那么你在这边 判断的话 你就在这边直接是 skus pager.nama 对吧 如果等于它的话 在这里面呢 我给它显示一个 对应的 这个东西啊 else的话 我下面呢 就显示 这样一个东西 写上一个 underif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把这个页码 改一下 把写上一个pindex 好 这边呢 也是这个pindex啊 ok 那么 然后呢 我们把这页码 显示完之后呢 下面这个链接 是不是点滴 应该跳远到对应页面 对应页面的话 我们就把这链接 做一下啊 ul ul 然后呢 写上一个 故事 对应的选项呢 就到 list啊 list的里面 这个里面呢 有两参数 你需要乘过来 一个是type的id 一个是这个pager 页码啊 那么像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说type的id呢 我们传过来的参数里面 就有一个type 对吧 你要取它的id 是直接点它的id啊 type点 id 那么另外一点呢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页码 我们说这个页码 对吧 上一页的页码 是不是就是当前页的上一页 页码 这个的话 还是我们之前写的一个 说的一个方法啊 provis pager 那么啊 所以呢 你在这边 你直接呢 就可以点它 直接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isqs 下号线page 点 这个方法 是不是就返回 上一页的页码 对吧 那么这里面呢 就会把你动态的 生成一个地址 然后呢 你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在这边说 比如说用户 过来的时候啊 过来这个页面的时候 我们说这里呢 它是按照一定的顺序排的时候 本来它是按目 它是按照价格的 我点击下一页 是不是还是应该按照价格来的 所以这个后面呢 地址的后面呢 你需要跟上这样一个 salt 参数 然后指定它的排域方式 对吧 那么这个salt 一开始过来的时候 到底是什么排域方式 你需要告诉我 所以在这个仕途里面 你还需要传一个内容 这个内容呢 就是传这个salt 用户一开始过来 那排域方式是什么 你需要给我传过来 所以在这个后面呢 我们需要再来一个salt 对应的就是我们这个salt 对应的我们就这个salt 那比如说 对呢 是我们这个salt呢 我在这边我就可以写了 现在应该salt 就等于我们的这个salt 然后像下面的这些下一页链接呢 你就改就行了 直接呢 把它拿过来 拿过来呢 放到我们这个下一页链接这边 那么现在呢 你只需要把这个地方呢 改成这个next 它就会返回下一页的页码 你像里面的这些东西呢 也是一样的改 找到之后 首先这边type id 那么这边是页码 对吧 这个页码就是我们这个pindex 当前页啊 pindex 你像下面这些东西呢 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话 然后呢在这里面写上一个 对应的pindex pindex ok 那么 然后呢 我们把这些页面呢 你看到我们从上到下呢 就把它改完了啊 改完之后呢 我们就看一下啊 在这里面 我就随便的去敲一下啊 在我这里面 我去敲这个list啊 1 斜杠1 总量id为1的第一页的时候 我就直接去敲这个东西 ok 这里是不是显示这个东西了 发现没有 那么这里面告诉你有6页 第一页 我点击第二页 好 你点击第二页的时候 你注意这边显示的salt等于什么 它是不是等于no 那么 这个一开始我们没传的时候 你获取出来的salt是no 对吧 看到啊 获取出来的salt呢 它是no 它是no啊 那么 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们其实呢 是给它按照默认的来排的 对吧 所以呢 它获取的no的时候呢 我们最终要传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边呢 给它负一个值 就是让它等于这个 default啊 等于default ok 那么 然后呢 你再回来 重新来一遍 输入这个 1 好回这 那么点击 下一页 对吧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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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不是分一页 对吧 然后呢 注意啊 我们这个页面上 现在你看到这个 这些信息 对吧 商品信息 还有这个标题 购物车 都闲置的啊 但是呢 页面上还有几个部分啊 默认 我点击是不是按照价格 再点击是不是按照人机 所以呢 这应该也是这个链接啊 这个链接呢 在我们lis的页面上 你就要看了啊 看到 是不是这几个链接 对吧 它呢 那就应该也是跳转的对应列表页面啊 uil 然后在这里面 goose lis啊 首先 type id呢 就应该是我们传过来type id 对吧 你比如说默认跳转 你点击的时候 我是不是跳转排序之后 我可以跳转到第一啊 吧 一啊 然后后面呢 排序方式 问号 sort等于我们传过来的 sort啊 那比如说这个默认的话 这个sort呢 我们说是可以呢 不写的 然后像这个价格呢 这边呢 就是 uil goose list啊 list后面呢 写上一个type id type 点id 然后呢 写上一个1 好 后面排序方式呢 sort就应该等于这个 price啊 price OK 然后再往下呢 这里面再来一个人气 人气的话就是 uil 然后呢 goose list type 点id 然后呢 1 后面也是 万号sort等于这个 hot 代表一个人气啊 这里面就是我们在 试图里面定义的啊 price就价格 hot就人气 所以呢 我在这边 我就应该写这个参数啊 然后呢 你要注意 我一点 我们这个页面呢 我一点击默认的时候 默认的处于一个激活 对吧 我一点击价格 价格是不是变率 吧 所以呢 他要加上一个类型控制啊 在这里面 你要做一个判断 if sort 等于等于这个 default 然后给他加上一个 class等于 active啊 同样的道理 下面这些也是一样做判断 那么 如果 这个sort等于这个price 给他加上一个 对吧 如果sort等于这个hot 是不是给他加上一个 对吧 这里面你写完之后呢 你注意在这边呢 我们就可以呢 去刷新这个页面啊 首先我们在这里面 我们就还是呢 去防御这个第一页啊 好 回这 这第一页对吧 比如第一啊 我点击按照这个价格 那么第一页呢 是十对吧 然后你再过来 看到啊 它就是一个 从低到高的一个顺序啊 那么按照人性呢 就是按照人性呢 来进行个牌 那你注意在我们这里面呢 说出了一个错的吧 哎 这里面 filter.autobuy 啊 filter啊 s l 对吧 在这里面呢 f 啊 ilt啊 对吧 那么这个应该就没死了啊 然后在这里面 我们把它写完之后 那么在这里面呢 直接呢 去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好 是不是就显示了 对吧 哎 现在呢 你们发现啊 我们这个详情页表 页面啊 已经全部都显示了啊 然后呢 在这里面还有几个链接呢 我们要做一下的就是 你点击应该跳转到对应的一个页面啊 所以在我们这边 我们需要呢 去在这里面呢 找到我们的这个页面 我看一下在哪 在这个base detail list里面 那么在这里面 应该有一个对应的链接 对吧 链接呢 这里面 url goose list 好 你辨入出来这个type 对吧 点它的id 那么跳转到第一页 对吧 我就写一个1 你跳转的时候呢 我就按照这个默认排序方式给你显示 对吧 所以我就写一个后面不传这个东西啊 那么你在这边你做一个刷新的时候 比如说 刷新之后 我们现在要到这个海线页展 我们点击 是不是海线页展 对吧 然后点击这个页面 它就过来了啊 然后你再点击其他的 它也过来了啊 OK 那么这个呢 你看啊 这就是我们这个详情列表页面啊 它的一个显示啊 它的显示 那么现在呢 你会发现 就是我们商品模块这几个页面都是这个特点啊 它没有什么新增或者修改 对吧 它就是你从表里面呢 把这些数据 你用到哪些 你查哪些 对吧 查出来之后 你在页面上呢 做一个相应的显示啊 这个相应的显示 OK 那么这里面是Lisa 谢谢大家